欢迎收看11月30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杨芷萱 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联县议会30号上午举行二三读会 逐条审查113年度将执行的预算 多位议员对于云产业 接受春差迁补偿预算与执行进度 希望县府能够定期的提供 花联县议会相关的执行进度 以立议员对于该案的了解 并监督该案的推展进度 原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四养护工程处 每轮拆勤宿舍限制 由花联县政府及花东基金 预算经费编列 进行限制的修缮改建及购置相关软一体设施 建置数位智慧院景馆以及数位智慧 场域创新实验示范基地 作为花联县数位智慧创新应用 发想及时广益 与该年院景展示的体验中心 二读会时 多位议员对于拆迁补偿 4500万元的预算编列 希望花联县政府能够将相关资料 汇整给花联县议会 以立议员对于执行进度的了解 建物是私人所有 是公务团所有 所以收回的部分 可能我们有所余力的部分 是说它的建价 那现在自治条例 我们最新的一个建物补偿的一个 自治条例好像是在 我们今年的二业份重新再订定了 因为物价波动得很厉害 是不是处长你稍微说一下 确实这个查顾的标准的细项 非常的繁杂 那在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确实我们也无法能够去理解 因为当时是只有刘处长在嘛 我们无法去理解说 在这个查顾的过程中 你们点数的这个计算 当然这要回归专业 在我们建设处这边 但是依照我们看的这个现况 跟我们查顾出来的金额 我想整个现况的这个楼地板的这个面积 也请我们邓书长来说明一下 让大会的同仁知道 它的面积到底多大 那我们现在这个建筑物的查顾 我们都是依据我们花莲县这个新办公共工程的 拆欠补偿的自治条例 那我们在这个建物查顾的时候 大概到现场去看 因为我们所订定的这个查顾的标准表里面 它有主要建筑结构的 主要构造的这个点数 那还有这个市装的点数 那还有里面相关的这些 这个用的材质的 它非常非常多 那每一个项目它大概都有订定 它的一个这个平点是多少点 那所以我们在这栋建筑物的查顾的情况 我们就去看它的 先量量出它的总面积 然后判断它的楼层数 之后我们再依照这个查顾标准表 去给它点数 那算出这个总 这栋建筑物的所有的总点数之后呢 我们会乘上这个建筑物的面积 再去乘上我们有现在有一个平点的单价 我们现在拼点单价是13块 就算出这个总金额 那因为它第三户是合法的建物 我们如果要拿来利用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依照我们的 知识条例补偿 标准补偿给人家 那将来的规划是将来我们其实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已经在已经在做了 我们那个财政小组前那天去有有去看过 那这绝大部分这一块将来就是我们准备规划为第二办公区 我们就尽量找我们的公有地 将来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旧的建筑物逐年来改善 还像我们各地的消防队其实也都都陆陆续续在做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土地取得好 以后我们才能够去找裁员来放到里面 将来规划我们的办公区要怎么来设定 花林云端产业准备计划 该案的基地面积约一公顷 地幕为建筑用地 目前仍然有许多住户 而必须编列拆迁补偿金4500万元 议员建议该案定期以计的方式 提供相关进度的规划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